Hello, 各位港超球迷大狗, 来到教育港超联, 继续是苏鸡, 和大家看鸭血杯的小组赛赛事, 今天是李文对着台南市FC的赛事, 由于上场李文输球, 所以这一场必须要赢球才可以等奇迹发生, 所以这条片就要讲一下这场球的比赛发展, 总结一下整场球员的状态是怎样, 球队的表现是怎样, 讲球之前先呼吁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好, 按一下小铃铛, 可以收睇回来之后下一段影片的, 然后就like这条片啦,comment一下, 讲一下你对这场球有什么感受啦, 有没有什么最佳球员你觉得是值得选的呢, 或者是选不下手啊, 这样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意见的, 继续就share出去啦, 给你的朋友看一下啦, 推广一下最近呢, 讲足的小小叫做热潮啦, 希望就承着你的势, 可以多一些新的本地球的观众啦, 可以一起来看香港的球队的表现啦, 香港队的表现啦, 好, 那这段影片, 那这个flow就是一如以往我们的做法啦, 先讲上下半场的比赛啦, 然后就会, 讲回球员在各自位置的表现啦, 这样, 那这段影片也都一如以往啦, 用这个比较快点, 精简一点的节奏, 去讲这场比赛的, 好, 先讲正选名单方面啦, 李文的正选, 今天就摆到道查组里亚啦, 上场休息的, 继续左翼系基华尼顿啦, 右翼今天就用金城龙啦, 因为金城龙呢, 这场球呢, 踢完之后就挂虚啦, 这个是赛前其实, 呃, 宣布得比较急啊, 呃, 我,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么急才来宣布啊, 即是大家其实那个反应时间呢, 有点不太够, 那这场就是金城龙踢右翼的正选的, 压哥斯达就继续在攻击中场的位置啦, 然后后面就是衙乐峰搭着中村游人的, 然后后防方面那是金城龙比较令人担忧的地方的, 用女头踢左翼, 右翼突身暗逃, 中肩方面是徐宏杰搭着王俊航, 然后门仲继继续是陈家豪的, 中肩方面就是徐宏杰搭着王俊航, 其实两个都不是一个正式的中肩啦, 王俊航更加很小踢中肩, 为什么徐宏杰偶以三中肩的话, 都会客串到其中之一面的中肩的, 但是两个都不是正式中肩的啦, 所以呢, 在比赛里面呢,其实都有些险象出现在他们身上的, 即是讲比赛啦, 上半场的赛事, 所以, 头十五分钟, 一开局的时候, 李文一如以往, 都是很主动出来抢, 出来控球啦, 而且对手收得很厚啦, 其实这场的开局呢, 看到球员呢, 轻松了啦, 他们的神情是立刻笑出来的, 觉得没那么大包袱的, 可能经过了上场之后, 这一场觉得心态要放得轻松一点点, 没那么大包袱啦, 那么, 叫做, 发挥得比较好一点, 开局的时候, 连中肩都压到了中场围攻的啦, 那就是中肩都在中线附近位置多用球的, 然后呢, 就, 中场球员的向前意识都挺强的, 这一场, 那, 也都见到呢, 开局其实是似上场的, 似上场对东方的时候的开局的, 挺顺利的, 但是关键是在于怎么破局啦, 以及怎么维持胜局啦, 这个就是李文一路以来, 那个叫做课题, 由爱卫赛到正赛, 现在的课题都是这样的, 那, 对手其实那个反击意识是一般的, 其实不是很好, 折到球之后呢, 去找队友做一些快速的配合反击, 其实就不是太多这个意识而已, 而且呢, 李文方面呢, 在防对手的横出球呢, 是有一点危险的讯号的, 由于身高真的不太够, 王俊好搭翠宏杰, 要制空的话真的有些困难, 所以呢, 有些讯号的, 但是奈何, 对手的反击意识不是太强, 所以呢, 制造的危险呢, 都是有限的而已, 好了, 那就去到15至30分钟了, 其实呢, 发现李文的左边的侧击呢, 是很多的, 但是, 不能够, 进入禁区, 做到一个很明显和具体的威胁, 另外就是, 也发现了李文在禁区顶是没有攻势的, 这个是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 亚哥斯达在上半场是没有入局, 很少上脚, 盖上来的速率也不快, 所以呢, 令到李文在禁区顶的攻势, 几乎是欠缺, 甚至是不好, 维持着的形势就是, 在左路遮击, 有少少围攻, 但是不是很入狱, 右路, 金胜龙, 又不是太多的活动空间, 所以其实就过于聚集在左路, 所以其实对方是容易守着的, 是比较容易去防守的, 因为, 都估到你一定是基华尼顿一个人, 冲起来的啦, 连左阻, 拥取逃上来的overlap 其实也不是很多, underlap,overlap 也不算多的, 反而令到设咒越踢越慢, 那其实是益了对手的, 台南市其实就是想你越踢越慢而已, 去到30-45分钟啦, 你问的空球率是去到六成七的, 即是说, 基本上那个场面上已经控制了, 这个时间, 阿哥斯达开始慢慢多一点用球, 多一点用球, 在中路, 左路都有一两脚, 过头球是进了禁区, 然后就被中村游人去起了一脚, 但是不进了, 另外就, 基环尼顿试过中柱, 勇去同样试过软射, 但都整体不算很大威胁的, 那另外就是, 对手呢, 很明显在战术上面其实是成功的, 去到这个阶段, 去到半场这个阶段也是成功的, 他就是维持着不用失球, 之余, 他有时候有些反击的攻势, 推到上前场的时候, 他拨两边横出玻璃, 中坚受不了的时候, 他那个外援前锋, 阿可, 就可以在门前冲顶了, 其实是有些成功的过案, 但是对方的头锤就不中拢, 令到那个局面就没有打开, 维持着0比0, 但是李文在半场前其实, 有些危机后防到, 38分钟对方的一个公门是柱边出界的, 都是来自对方的前锋马可, 然后呢, 也都解决不了前场进攻无力的问题, 因为, 在球员表现上, 我稍后就会说, 前场进攻无力在上半场, 到底是有什么人, 令到这个情况持续发生呢? 我稍后就会说, 有威胁, 但是整体不是很清楚, 在上半场里, 李文整体的表现, 是看到有威胁, 有公门, 但是明显地不入肉, 好了, 下半场, 下半场呢, 有点点转机, 转机是来自于对方的, 其实是有点点对方的犯错来的, 下半场, 李文继续在前场逼迫, 然后在前场多了罚球机会, 但是呢, 工了大约五到五到七分钟左右, 八分钟左右, 就缩回来, 变回对手, 在中场的抢截多了, 台南CFC在五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在中场的抢截多了, 然后上前场围攻的时间都多了, 那么, 令到一个局面, 就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 台南CFC有点心红, 向前攻, 然后呢, 大半队都上了前场, 做一些横出球, 在禁区顶上做一些攻势, 令到李文在后场撤球之后呢, 这次呢, 反击就做得好了, 有杜查组里亚, 然后就直线给到基环尼顿, 基环尼顿, 然后就在右路, 一个crossing, 给到美署, 容许和我全部兇了, 然后就, 起脚射门, 那么, 对方的门, 都能复杂到, 但是都照进的, 所以呢, 令到在五十四分钟, 李文的局面打开了, 终于打开了, 其实呢, 这个入球的方式是来自于, 对方的, 前场的, 攻击就无力了, 然后截倒, 然后打反击, 这样就得益的, 好了, 然后, 去到六十分钟, 开了纪录之后呢, 球员的发挥就很明显是轻松了, 明显轻松了, 加上这个时间, 金城龙大哥也是退下火线, 就完成他的足球生涯了, 换上来的就是张希燕, 然后呢, 这个时间呢, 看到落后的台南呢, 其实他是, 立即有反撲的, 立即有反应的, 不断地在前场, 在侧击方面, 做一些横出球, 威胁到李文的后防, 已经有成, 在下半场已经有两三个, 很巨威胁的攻势了, 在门前是顶到的, 而且李文的后卫是走掉的, 这个是, 对于李文来说, 后卫呢, 这段时间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来的, 尤其是, 六十五啊, 六十八分钟这段时间呢, 都算是, 围得挺紧要下的, 但是呢, 又是出现了那个局面了, 李文就是, 保持着这个耐性, 即是, 不用失球的话呢, 就可以等到反击的机会了, 六十八分钟, 又是反击机会, 这个呢, 得益于杜查组里亚, 他的推进, 然后就反击入球, 又是机患尼顿的助攻来的, 很漂亮啊, 这个机患尼顿, 斜斜的咳给杜查组里亚, 然后就, 一个推射就搞定, 那么, 他的六十八分钟, 领先到二比零呢, 那么, 这个形势就好踢好多的, 二位, 怎知道他七十分钟, 博到十二码, 但是这个十二码呢, 吹就吹徐宏杰的犯规, 但是其实, 罪宏杰是没有明显犯规的, 如果大家看回精华就会看到, 这个帮人略嫌吹得太严的, 因为对方, 在禁区里面的推进, 是明显推掉了一脚, 然后, 徐宏杰, 转身, 去追, 然后, 摄他的身位, 那么, 其实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犯规动作的, 明显摄了他的身位的了, 但是, 对方就跌了, 然后, 球阵就看到, 就吹十二码, 但是, 这个十二码, 但是, 怎么也好, 都比了, 然后, 对方就凭着这个十二码, 追回成这个一比二, 追回成一比二之后呢, 李文都要, 立刻会换人, 余培康就换了翁许图, 李康廉就换了金环尼顿, 然后就, 呃, 在七十三至七十五分钟呢, 其实李文的后防呢, 小小啊, 都有一些全面崩溃的感觉, 因为对方围起来, 是攻得挺紧要, 是抢得很紧要的, 令到, 呃, 李文的后防, 接连都有一些, 就是, 分了心啦, 失了那个方向, 尤其是那些高波, 那么, 幸好, 今次的陈家豪呢, 要赞一下啦, 那么, 接连在门前, 真的能挡到一些对方很有威胁的公门, 那么, 令到球队真的没有被人追成二比二, 好了, 那么, 等一等之后呢, 雨后见彩虹啦, 上场的嵩大雨, 这里呢, 那个后防的风声鹤雷, 但是见彩虹啦, 77分钟啊, 又是一个反击, 那么, 今次就是张希然的入球了, 那么, 今次呢, 就是杜茶祖里亚, 很漂亮啊, 在右路的一个, 横传去到中间的位置, 那么, 张希然呢, 就射单刀烫, 那么, 那么, 叫做烫一个, 呃, 那么, 对方的防守上面其实有误会, 在这段时间, 在防守这个快攻上面, 那么, 变成1比3, 就是李文领先了, 领先多一球呢, 就见疏球啦, 叫做都比较稳定啦, 呃, 然后呢, 其实呢, 台南呢, 都是没什么放弃的, 他是一路照着冲上去啦, 然后李文就一直有很多反击啦, 但是李文这么多反击台, 都没有, 没有, 没有再进多球, 那么, 这个就, 我觉得就可以好一点啦, 其实, 因为, 尾段, 去到七十凌八十分钟啦, 八十几分钟啦, 其实, 很多机会入球的, 李文已经, 呃, 呃, 我印象中, 余培康也有啦, 鄭兆军也有啦, 鄭兆军的球好像是, 月位来的, 不过就, 大量机会的, 八十八分钟, 就倒查了你, 換阵兆军啦, 然后, 对方其实没有了体能啦, 全面下风啦, 只剩下来的时间, 就是等你, 怎样去数他, 但是, 又数不到啊, 最后就定格的比数, 就是3比1, 完场, 长波的发展就是这样, 那是一场, 挺典型的, 赛事来的, 就是上半场发挥得不好, 久攻不下, 去到下半场, 对方少少主动出击, 然后把握到对方的犯错, 然后自己不断巴巴巴巴叩咯咯, 全部全部入或者反击, 搞定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不是一个主动的破局, 这是一个, 撑着对手犯错, 然后自己收取空间, 而得到的破局了, 那继续就, 张希妨的进锅变成第局啦, 咱们要说一下球员的表现啦, 先说正选方便, 要講陳家浩,陳家浩今天其實表現是不錯的,真的不錯的,其實有犯錯,有一點點不穩的感覺 我上場都有提過他守的那些高球,其實那個說服力真的不太夠,這場都是有一點點,但是他都貢獻了他的撲救 令到球隊在後防方面,起碼不用再失球,這個是要讚的,他是有風度對方的攻門的,這些是要讚的 翁許圖,翁許圖今天就射入打開記錄的入球,其實是表現得好,當然是 他在後場蓋上來的動態是很強的,因為他入球的跑上來的反擊是跑得很長距離的,他是由後場衝上來的 看見他的戰意是相當有精神的,有信心的,還有攻擊力強 但是防守方面呢,其實他那一邊也有不少的考驗,也看到他的防守不過不失,不算太突出 是真的,曾金濤方面,曾金濤今天也有機會可以蓋上去進攻 整體也有信心,不會陷入一個信心的危機 之前提過,有遇過信心危機的話,真的那個表現是很起伏很大的 整體也有些貢獻的,在防守上面,因為他的 energy level 速度可以跟到 不算是太多的犯錯,就沒有太多的犯錯 中堅方面呢,今天就有一點略嫌,真的有點下風 因為真的,新高不夠 徐雲杰和黃俊濠,新高真的不夠 跟人爭的話,是有些略嫌,有些吃虧的 中場方面,顏樂峰搭著中村右人 顏樂峰方面呢,其實上半場的那些暴投仍然是有點黏黏的 下半場就攔截方便好些 跑下去就看到好像都順一點 那整體,現在還是距離他最好的狀態 我覺得都是未到的 大約六、七成左右 中村右人都保持著良好的跑動 也在上半場,在整隊球有些外製的情況之下 他都貢獻了一些入竊,令到球隊都是有些攻門的 但是,整體就OK 中村右人就OK 中規中矩 阿哥斯達上半場呢 其實呢,我也專門標示了 我形容阿哥斯達上半場是靜得可怕 上腳很少的 去到23分鐘才有一腳比較有巨威脅的傳送 進入禁區 但是,整體你在禁區頂真的看不到他的身影 這一個就是一個關鍵因素 我剛才提過 為什麼李文在上半場在禁區頂 做不到一些很有穿透力的攻勢呢? 沒有人拿球嘛 阿哥斯達不在 他蓋上來那一刻跟不上 或者他不太投入那個比賽 在上半場 所以為什麼在禁區頂就是這樣 這個其一 其二 有另一個人的 好,接著再講 下一個球員 就是 金勝龍 沒得要求太多了 成龍大哥 一向都說他的體能是 就是維持半場多一點點 今天踢60分鐘呢 都算是刻如其分地完成比賽的了 有一腳上半場的 接應 然後按中間 給中村有人進禁區 一個鏟射 可惜中村的球不進 但是那球球也挺有功架 挺有卡士的 就是這樣 都叫做 多謝他的貢獻 只能夠說一下李文 看看再換人 看看怎樣 李文再添自己的新血 如何激化我前場的活力 基華尼頓 基華尼頓 今天就有兩個助攻 當然是好球 也是前場的狀態 保持得最好的球員 在反擊的過程裡面 顯示到他的能力 創造空間 只要基華尼頓一創造空間 隊友只要肯跑去接應跟到的話 那些反擊的機會就會出來了 這就是 基華尼頓的最大的價值 就是他扔了一球的時候 他可以創造空間 空間在球場上很重要 無論你是踢陣地戰 還是踢反擊 有這些球員在幫你創造空間 是十分十分重要 基華尼頓就是 這隊創造空間的重要球員 譬如你其他球隊都是 基爾頓 潔志 之後就 上條片提過 東方龍師 米基爾 他們都是 都是這種能力的球員 來的 好了 接著就是 杜查祖利亞 我剛才提過 在上半場為什麼進攻外制 除了阿哥斯達之外 另一個關鍵點就是杜查祖利亞 杜查祖利亞 我經常拿他跟諾迪古斯比較 今天也會再提多一次 也有很多人談論兩者的選擇 其實如果要踢一些快攻 踢反擊的話 踢一些多空間向前推進的比賽 杜查祖利亞絕對是不義的選擇 絕對是好的選擇 因為大家看到他的球風是怎麼樣 他的球風就是 他拿到一個球之後 他很願意轉身向前推 而且他推的時候很大步 對方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停到他 而且他又有一些技術 他推完創造了空間之後 他可以射球 可以傳球 這個就是杜查祖利亞很大的價值 踢一些有空間 有反擊空間的比賽 因為速度都快 但是呢 上半場因為在踢陣地戰 上半場在踢陣地戰 其實呢 你的中鋒活動空間這麼大 其實對整體整隊球的形勢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因為對方都是縮在禁區的 你還要不進禁區 走去別處的話 其實對方是更容易防守 因為他手小的高佬 哇!更正 對於中堅來說更爽更輕鬆 因為我手來手去都是手你基華利頓而已 你的中鋒都不在禁區的話 就更容易守 所以看陣地戰的話 你為什麼看到禁區頂 缺乏了組織 就是 杜查祖利亞都不在禁區頂做支點 因為大家都會看到 他是喜歡轉身推球的嘛 他是不喜歡背龍門拿球 和護球的 你看回我 replay 看回杜查祖利亞 一背龍門拿球的時候 他是很容易被人搶到球 對方一一個兩個 一包叉他一夾就脫掉了 所以其實他不是支點中鋒的那種 很傳統的 會背身護球 Z2傳 那種球員來的 他不是那種球員 所以 為什麼上半場會面對這樣的局勢 攻不進的呢 就是這樣的原因 為什麼下半場他有這麼多貢獻呢 他有一個球一個助攻呢 因為全部都是反擊 反擊他的空間推 所以他就能夠 貢獻到他的能力 所以那個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我在 之前的影片 就算現在也好 我都認為 如果要踢一些陣地戰的話 我都認為是洛迪古斯 應該先走 因為洛迪古斯 就是傳統的儲等中鋒 他是懂得設球給隊友 他是懂得背龍門拿球 然後 可以回得球給隊友 後上蓋進來禁區 他是有這個特質 所以他跟杜查祖利亞 兩個都是高佬 但是兩個高佬的類型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 所以在這場比賽上半場 我就看到李文 為什麼會是攻得這麼辛苦 就是這個原因 整體 那就是那些後備球員 那不是怪盜查祖利亞 看教練怎麼用的 就是你 什麼形勢 就是用什麼人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 因時制宜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認為 那 看換人 就看 張熙賢 張熙賢 一進來 都是明顯看到 你看到這個球員 是很ready 他真的 無時無刻 進來後備好 正選好 他也是很投入的比賽 你看到他是 每次一扔那個球 他真的想 嘩 我要搞一些東西出來 我要創造一些機會出來 你看到他踢球 真的有這些款 所以 我想 大家對張熙賢 是有期望的 有期望的 看他踢球 都看到他扔球 用球的技術不錯 唯一的 我想他要繼續增進下去 就是他的對抗 體能 這些就 不用說 一定要的 你看 參考 就是說 現在發揮得很好的 一些港隊的球員 都是 體能先行的 對抗先行的 那如果張熙賢 想再上一步 我想就是體能和對抗 就是把這些基本功練得 去出神入化 或者是爐火純青的話 就 就不會浪費他自己 另外 李康念 李康念 就下來 後場可以把很多反擊出來 但是他也是選擇 會交給隊友去做 那 另外就是余培康 余培康 後備下來 他也有很多空間 用球的 他也有很多空間 他也有很多空間 他蓋上來用球的 或者蓋上來攻的 但是 不能夠為球入球 另外 就 還有就是 鄭兆君 對了 鄭兆君 鄭兆君 就大傷 長頭之下 那麼 這裡終於都可以亮上了 但是在最後這個階段 鄭兆君 有碰的球 也有入球 不過是越位而已 那麼 看到其實就是 他是 另一個 令人覺得軟式的 因為他在這幾季的 制遇都不太好 受傷 就是狀態 真的不太好 那麼 看看他會不會往後時間 多一點上陣的話 就可以操得更好 其實他也是 有能力的球員 但是 希望我傷害 不要影響到他 那麼 繼續把體能 對抗 速度 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還是有希望的球員 但是我想他需要一點時間 好了 那麼 整體的 評論就到這裡了 那麼 李文贏了這場球之後 就 已經完成了 阿血杯小組賽之類了 他 剩下的就是 去回30號 台南市 FC 對東方龍師 那麼 如果台南 贏的話 那麼 李文還有機會 那麼 如果台南 不是贏的話 那麼 只要東方龍師 不敗 那麼應該東方龍師 就可以出線了 現在的狀況 都是很明朗的 很容易看的 而已 台南贏的話 還要計算 好了 那麼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 給個like 留言 說一下你覺得這場球 誰是最佳球員 你覺得球員發揮是怎樣 share出去給朋友 subscribe這個channel 按一下小鈴鐺 也都是 歡迎大家繼續跟進這個channel 這個channel 繼續follow著本地球 希望大家熱愛講足 愛上講足 讓講足走得更遠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